各位弟兄姐妹 牧师 师母 大家平安 我是Sindy 郑书婷 今天是我的分享见证 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基督徒 在我的生命中 我只是想过我会出家 因为我是一个很坦诚的 很坦诚的一个佛教徒 以前 我曾经跟过一个师父 我是修西藏密宗 你们都听过拉玛吧 从西藏来的 我是修西藏密宗的 我跟一个师父 大概最少都有15年 15年了 说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学生 师父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可是呢 有一天 我猛然发觉 这一位师父呢 他是一个非常假冒伪善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我15年以后 我才发觉 而跟我一起发觉有这个问题的人呢 也是 也另外一个姐妹 也是我的闺蜜 我们两个一起发觉 她有这个正面目 那个时候我们很怕 我们就这样子逃了出来 真的是逃 我是用逃这个字 而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也 信仰崩溃 因为十多年 对一个人如此的信任 她突然间就发觉 这个人是假的 所以真的是很怕 而且那个时候呢 我这位闺蜜的姐妹呢 她就 在那个时中 她就被验上 患上了癌症 而在她患病其中 她也接受了福音 而她也把这个福音传了给我 而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我不敢去教会 因为我不相信人 尤其是宗教的那个 我特别的怕 因为我又怕 我又遇上了一个 披上羊皮的狼 可是我又很想认识上帝 我又很想认识主耶稣 我不知道我从何下手 我这个时候 我就在我的心里面 我就默默的在祷告 祷告我也不懂啊 那个时候 我是默默的在念 我说 主耶稣 如果你是真的 你就带着我去 我要认识你 我要认识圣经 我只相信你 我不相信人 你到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而那个时候呢 在我那个闺蜜姐妹呢 她在治疗的期间呢 她就看YouTube 她要听到嘛 她就突然间 影幕就pop上来 唐牧师讲道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天真 不知道唐牧师是谁 真的不知道她是谁 而她听了这个 唐牧师讲的道呢 她就把他whatsapp给我 她就跟我说 诶 心里姐妹 这个 这个人讲道很不错 蛮有practical的 你可以去听一下 我就这样子开来听 我就听了 诶 那个时候真的很没礼貌 我说 这个姓唐的讲的很不错 我就这样子 就好像一个磁铁 就被她深深吸引着 因为她所讲的 就是我心里面要的答案 一直听 一直听 我是从问题解答开始听起 因为从问题解答 我就对 心里面的很多疑问 我都慢慢地解开 到听她的小单元 耶稣是谁 直到 我认罪悔改为止 我是听着 唐牧师的复应 认罪悔改的 那个时候 我还是不敢去教会 until有一天 我在office 我是怎样听到的呢 我是在office里面呢 我九点开始 听到 听到放工为止 我是blocker phone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上班的期间呢 我非常享受 因为我在听着 复应一面做工 我非常地 非常地享受那种感觉 那种与神很亲近的感觉 就好像Q&A 我晚上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我一定有答案的 很奇怪 对吗 非常奇怪 上帝的 上帝的感恩 上帝的引领 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 奥秘 真的是 我可以讲 这个是奇异的恩典 所以我就这样子走过来 until我认罪 回改了以后 我非常的急迫 我要去找教会 受洗 才慢慢地被引到这里来 在我开始 接受复应的时候 我跟我的家人说 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我的生命开始有360度的转变 什么转变呢 我的逼迫 一夜之间 排山倒海的来 尤其是我受到我家人的逼迫 因为他们很惊讶 因为在他们印象中 我是一个很坦诚的佛教徒 为什么突然间会变成一个基督徒 而基督徒他们是特别讨厌的 我受到我家里面的冷暴力 我受到我家里面的逼迫 冤枉 好长的一段时间 可是我想起了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又听到唐牧师讲到说 当你一接受复应的时候 就是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勇敢地背起来 那段时间 在可以说是不容易过 可是我心里面感觉到非常安慰 因为我每一天都靠着上帝的道 陪我度过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日子 唐牧师的讲道 上帝的话语 就好像我的backbones 我的脊椎骨 我没有了他 我整个人会垮下来 而我也非常享受着 这一段 我备受逼迫 特别严重的日子的那种感受 我想说什么呢 我很享受我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真的是很甜蜜 心里面很实在 非常的访贺性 对吗 所以在这受逼迫的期间 我是这样子的 每一次就是靠着上帝的道 走过来的 我也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上帝阿爸父 他这么很miracle的卷选了我 有时候我在回想 我整个被救赎的那个过程 我在想 我这么的一张白纸 如果那个时候呢 我被逼 我想讲呢 我很容易就会被跌入那个异教的那个引诱里面 因为我对基督教完全不认识 所以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我会听到唐牧师的讲道呢 而为什么我又这么奇怪的会听到这个 这么正宗正规的道呢 所以这一切不是理所当然 我可以说是一个很奇异的恩典 也是可以说一个奇迹 我到现在呢 还在那个 还在那里 非常 一直回想起我在 被救的那个整个过程呢 我很倍速感动 我每一次想起来呢 我都会 我都会哭 而且呢 包括今天早上 我来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怕我讲到一半 我崩溃哭 所以我跟上帝祷告 你不可以给我哭 因为我要彰显你的荣耀 我要站在这里 跟大家说 他是真的 而我在成为 我在之前我成为佛教徒的时候 我一点 我那个时候 我非常看不起基督教 我认为 他是一个迷信 而现在反过来呢 我认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迷信 很大的勇气 相信一些 完全没有根据的东西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上帝 也感谢主 也让我在 我的家里面 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 一个孩子 求主给我力量 因为我要在家里面 我要 让我的家人看到 我就等于看到上帝的荣耀 我知道不简单 很难 因为每一次我都会受到试探 我都会跌倒 可是我每一次都是 重新得利 因为上帝有说过 他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 求主加力量给我 因为我的家人都还没信主 包括我身边的这一位 我的亲爱的丈夫 国雄 我希望呢 他在我的身上能看见 活生生上帝的荣耀 因为我受逼迫的时候 他就是 见证我备受批迫的整个过程的人 以我的力量 我绝对扛不起这样子的一个考验 我好几次 我真的很想自杀 可是上帝的道 往往把我从边缘拉回来 感谢主 感谢上帝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请宏达直视 带领我们为心底做一个祷告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听了这一段 这位心底姐妹 所见证 怎样得救的过程 我们心里面 备受感动 天父啊 我们知道 过去 他是如何在这个黑暗的诠释下 无法来认识你 天父啊 他也寻找你 但是我们知道 若你不寻找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你 天父啊 我们求你继续的在他的生命中 你继续在 引导他帮助他 让他的生命在他 继续能够在这个教会中 能够来更加的 来服侍你 来侍奉你 也能够跟牧者一起来配搭 我们能够来完成你的功 天父啊 我们也求你加添他力量 在他的家庭里面 能够来见证 来荣耀你 并且使他能够 成为这个福音出口的管道 以致他的 还会相信你的 他的亲人和家人们 都能够归信你 天父啊 我们这样子 愿这一切 他的生命继续的 来荣耀你 我们也感谢你 让我们听见 他这个 见证 这个 这个 怎样如何 被你挽回 而一致已得救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荣耀归你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祈求祷告 我们感谢你